结义兄弟侯废黑羽飞升后 秦宇在逆央井一番探险 最终获得了最大的机缘 却也由此引来了几位上级使者的寄予 甚至绑架了秦宇的家人 最终秦宇修为突破解决了危机 可也到了不得不飞升的时间 与家人告别后 截然一身 飞升到了这广袤的仙魔妖界 仙魔妖界几尽无穷 东方仙界盘踞 南方魔界霸战 西北方妖族独享 而东北方还有一股特殊的势力 仙魔妖 三者同居其中 只横共存 而此时的秦宇 正处在三方势力斗争的 漩涡之中 这小小孩童竟都是荆丹气 主人出来有所不知 这仙魔妖界有无尽的远灵之气 婴孩一出生已是先天境界 稍加修炼就可成为仙人 我愿意 正面 cut 哇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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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虽有好心 实力怎会如此不济 竟然才精丹气 连小孩子也比不过 想来是心性不佳 修行懈怠 并非如此 各位 犬子无礼 实在抱歉 快走 韩明公子 这是本月的奋力 您拿去喝茶 你看这个好看吗 这位姑娘如此清新脱俗 此等俗物怎能配得上 不妨去我府上试试名将打造的明珠宝铲 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呀 多谢公子好意 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好 姑娘别走啊 姑娘 就算不去看珠宝 来我家喝杯清茶 也无妨啊 公子 请自重 公子 请自重 你这毫无修炼天赋的废物 也配星柳 韩明 你 小姐 我们先走 可她 老准人说过 不许你惹麻烦 走 你这废物竟然教训起我来了 你们就这么看着 还不动手 谁 你 你 你是何人 干 干关本少爷的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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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看不惯罢了 这些人依你看该如何处置 前辈 还请 还请你放过他们吧 他们如此欺压你 你就不想反击吗 他们受前辈惩戒 是因为所行有偏 可身为柳家传人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族人受害 更遑论开口断族人生路 所以还请前辈网开一面 主人放你们走了 还不快滚 前辈 刚刚那位姑娘 早就走了 你为救她才遭此劫难 可人家却没感激你 心中可有不甘 前辈说笑了 只要确认她安全就好 一个弱女子碰到这样的事 若是我 也会赶紧跑开的 弱女子 那姑娘是位二级天仙 所带的丫鬟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看来 倒是韩淑多事了 你已安全了 我也该告辞了 前辈莫及 前辈救命之恩不敢言谢 请前辈一步韩设 让韩淑奉茶一杯 略表感激之心 求前辈莫要拒绝 家中简陋 让前辈见笑了 无妨 韩淑 我姓秦 你叫我秦玉便可 韩淑怎敢直呼前辈大明 韩淑啊 那柳韩明与你同为柳家门人 为何你却如此拮据 这封月星以强者为尊 柳韩明天赋异禀 自然备受重视 我虽是柳家直系子弟 无论如何苦袖都比不过他人 就只能落到这般 韩淑 你可知为何 你如何苦修都达不到他人的成就 求前辈指点 你是先天经脉细窄 元气运行极为缓慢 所以聚其艰难 不知前辈可有解救之法 办法倒是有 只是 前辈请说 经脉可后天拓展 只是要阵随原有经脉 方可令其重生 剧痛万分 你可忍得 再痛 也比不过我现在 所忍受的痛苦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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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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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脉 我的金脉 嗯 前辈对韩淑有再造真 韩淑愿拜前辈为师 救你危难助你休闲 还不知足 你 初见他时 主人已试探过他的为人 且颇为满意 为何又拒绝他拜师 我助他拓展经脉 天仙以下的修行 已可一日千里 再学我功法 只怕多生事短 前辈 我家大长老求见 快快请进 好 好 在下柳明翰 见过秦先生 昨日之事我已知晓 族中小辈多有冒犯 我已用家法惩戒过了 今日前来 是带着不成器的孩子 登门道歉 还望秦先生海量 大人不计小人过 大长老客气了 此事已经了结 不必再说 如此就是秦先生大度了 滚回去 闭门思过十年 是 不知秦先生 来到这小小的风月星 所为何事啊 我柳家可否效劳 既然大长老主动问起 我倒确有一事相求 大长老可知道 通往妖界的路径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我风月星在仙魔两界之间 要前往妖界 路途遥远 唯有通过星际传送阵 可辗转前往 只是 只是这星际间的传送网络极其复杂 必须依靠星际地图 才可行动 何处可得 这星际地图 我风月星上 倒的确有一份 只是 若有什么为难之处 大长老直说无妨 我秦宇 也不会让柳家白白付出的 并非是柳家需要什么好 而是那星际 现如今在严家手中 严家乃仙界豪门 御剑宗的下属势力 也是这风月星上的第一豪门 秦先生若想要这星际地图 且容我前去询问 那就劳烦大长老了 不敢当 韩叔 你带秦先生去竹园居住 那里敬讶一些 然后再去严家办事 是 记忆 此处倒是清紧 柳家用心了 韩叔 你这是怎么了 前 前辈 星际地图 我没接来 他们听到我 有先使驻镇定能击溃柳家 带着传颂镇的掌控之权 牢牢握在我严家 我是说掌握在御剑宗手中 此事就连一心在处理与皇陛下 与血魔地交易的师尊 都一直挂念在心 你万万不可轻呼 是 我严家定当竭力 怎么了 发生什么声音 什么人在外喧嚣 为何在此撒野 柳寒书可是为你所伤 哼 严流两家水火不容 他一个柳家弟子威莫道合 胆敢上门来讨要星途 岂不是自己找死 果然如草菅人民的强盗一般 펫 这局呢 早て与好 游戏 王爷 竟敢当着我的面如此行事 你就是幕后的主使 大胆 你这是挑衅我御剑宗 五星 连环阵 斩 一圣 五星 不 二圣 君 四星 六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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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 六星 二圣 三星 六星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蓝风 大胆 蓝风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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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阴仙星系 无日敢如此挑战御剑宗威严 你去死吧 努力 撤 你 你想怎样 与其问我想怎样 不如问问自己 若我落到你的手里 你会怎样 与其左门 不光是你 你的秦帮古舅 十门弟子 都得死 以无辜者相威胁 更不能放过你为害世间 此区妖界万里迢迢 不知还要面对多少战斗 我正担心消耗不起 今日 总算得到些许补充 都得死 徒儿 此人 不是那化言 曾从人间传辉影响的秦语吗 那你仰静的宝物 雨点的威胁 让秦语意识到 玉剑宗绝不会善罢甘休 若想应付随之而来的报告 唯有尽快提升十里 争取早日开启万寿 第二年 于是其余闭关十年 潜心修炼流星类中所记得 三魂九炼之法 三魂九炼功法 果然玄妙 解除这三十六道手印 便可将灵魂境界 从人魂境迈入地魂 凭此灵魂境界 我的星辰变功法 当可再进一步 暗星后期 这下应可打开万寿谱第二层了 九旗妖王 竟就有二十八个 八旗妖王数目 竟然也过百了 万寿谱第二层妖王首领来见 属下孔兰 参见主人 九旗妖王 孔兰 你实力不俗 且与我释法一番 我要印证刚刚的修炼所得 是 好快的速度 身为九旗妖王 你可有把握对战第一阶先帝 不知主人说的 是河门河派的先帝 我说的 乃是御剑宗 主人 那御剑宗乃是剑仙宗门 实力强劲 孔兰未必有把握能够取胜 更何况 那御剑宗宗主 乃是羽皇麾下三十六军之一 而除此三十六军以外 羽皇麾下 尚有实力更为强大的十八帝 刚刚示法 主人大概有三级金仙实力 此等境界与羽皇为敌 真可谓一乱击石 主人还是莫要招惹为好 晚了 山雨欲来 不知何时才能了结此事 去找寻飞飞和小黑 这仙魔妖界竟如此广阔 前辈 寒恕无能 不但未能拿到星图 还让您耗费法力疗伤 寒恕 羽愧至极 短短十年 你养伤之余 寒将羞围从区区金丹起 提升到了空明中起 想来是日夜苦休 一刻也未曾懈怠 十年前 前辈帮我拓展经脉 寒恕得偿所愿 怎敢懈怠 浪费前辈赐我的盖世机缘 你曾说希望能拜我为师 如今可还愿意 主人问你是否愿意拜他为师 师尊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起来吧 从今日起 你就随我休息 请继续 好 客官 好眼力 这琉璃珠只要五枚下品原灵石 您慢走 他不是应该在闭门寺过吗 韩叔 我现在有些要事 晚上我们湖边见 韩明少爷 岂莫要如此 若是被大长老撞见 我们必承受不起 爷爷正和御坚宗的先使 商议如何对付那性情 哪里会来到此处 少爷莫要乱讲 大长老说过 要我们万万不可得罪那位秦宇呢 不过是将他当作对付严家的刀 韩叔 你带秦先生去竹园居住 然后再去严家办事 难道 爷爷根本就知道 严家定会对我动手 刘韩明也从未真正受罚 爷爷真的会令我害世尊吗 此人至关重要 明日三大先帝 便会写百味金仙来子秦纳于他 莫要让他跑了 大人放心 那严家能为御坚宗做的 我柳家也能 解开我先祝御剑宗诸位仙长 秦下那秦宇 小人的机会 有嚴格宗 韩叔 抱歉 让你久等了 没有 只是唐人被我吃了一个 这是你的 再不吃可就坏了 真甜 不过吃倒得罚 剩下的都归我了 逗你的 一个人又吃不完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我没事的 这 这是送你的 好漂亮 特意给我买的 嗯 算是风月星的纪念品 风月星的纪念品 你要赶我走啊 不是的 当然不是 对不起 我师尊今晚闭关 我要随身释放 所以 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 无法再陪你了 而且 而且严家之事 说不定会出乱子 到时候我与师尊都不在 万一你 好好好 我一会儿便动身离开 不让你担心 好了吧 嗯 保护好自己 千万注意安全 师尊还在等我 我 我就不送你了 灵儿 好好保重 师尊 何事吞吞吐吐吐 吐儿从大长老那儿得到消息 宇典申死后 羽皇震怒 这些年来 玉剑宗地位明显大减 银贤星系高层 可能要换人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若真是如此 银贤星系怕是会有一段时间的封禁 你的意思是 徒儿的意思是 师尊若是不即刻离开 怕是就要多留些时日了 徒儿其实舍不得师尊 可大长老让弟子去演练阵法 只怕是也难以侍奉师尊了 所以有些为难 何况 何况二位师叔那边 你说那玉剑宗地位大爹 他们 可能整个宗门都要撤出银贤星系了 既如此 为师可能真的要出发了 当日为师曾说要送你一些法宝 如今灵蝶在即 你莫要再推辞 师尊所赐 徒儿 不敢推辞 你其实早就想要了吧 师尊真是火眼金睛 不过 徒儿想要的还不止于此 你还打什么主意 师尊曾提起破天剑决 说是威力巨大 又说有短暂提升功力之法 徒儿想问其旋理 且不说破天剑决 那魔道秘法 先伤己再伤人 并非正当 你问他做什么 有此事 你还在说 只要是威力巨大 他说你 你还会有狂暂提升 他说是威力巨大 你这种狂暂提升 不然 不然徒儿会被他们笑话的 回去自己慢慢领悟 我见那肚中君使用魔道秘法 伤害极大 你万不可尝试修炼 至于破天见绝 并非是你此时能够修炼的 等今后合适的时候 为师再教你 师尊放心 徒儿定会苦修师尊所传的正法 绝不修炼那魔道邪功 给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烦 徒儿本该恭送师尊离开 可 可阵法演练的时辰就快到了 你我师徒不必讲这些虚理 你去吧 为师也这就走了 师尊莫要折煞徒儿 就算不能送师尊前往 也没有徒儿先走的礼数 也罢 那为师就先行前往传送阵了 恭送师尊 我师尊已离开 大人 我师尊已离开 此事乃我一人所为 和柳家无关 柳明翰 你不是说万物一失吗 如何被这小子走漏了风筹 大人息怒 那秦宇定是没有走远 刘某这就亲自带人去祖劫 你这逆子 真要找死 燃烧生命 换来短时间内功力大增 这是血魔道的秘法 逆子 竟学了这样的邪法 刘汉淑 你已入魔了 竹力伤人 根源不分 你们才是邪魔 谁也要不请离开这儿 没问题 过去吧 诶 秦前辈 秦前辈 韩叔说要与您一起闭关 您怎么 与我一起闭关 是他以此为由让你离开的 我这就去闭关 你快走吧 要把那儿 没关键 他就要走 ż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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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jż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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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hś anticipate 安明 快助我拿下这个逆子 留上 就你这点势力 也敢在我柳家三眼 今日我要为柳家清理门户 莫焰刀剑 成全你 今天就算死 也要拖住你们 我真的 这么没有吗 韩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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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快 快走 刘明恒 勾结玉剑聪之人 要 要害你 韩叔 韩叔 你 你别吓我 对 对不起 韩叔 这小子打算拖住我等 让你逃跑 却没料到 你已经自投罗网 徒儿 我不该教你那魔道秘法 你不是一直想学破天剑拳吗 为师现在就教你了 快走 我想问你 让你 要 破天剑拳第一次 我 一定是 碗猴 韩明 破天剑决第三势 断剑 为时轻手用这神剑破天为你报仇 其余太不猖狂 只必斩你 好 到你了 刀佑 刀佑饶命啊 我此来 这是完成师命 实在也是身不由己啊 玉剑宗诸位先帝已然赶到 我劝你自负求饶 还能留个全尸 果然饶你不得 恨树 灵姑娘 有强敌来袭 先请入我的心育仙府 汉师母 依旧交与你照顾 你可是秦宇 你竟敢当着我的面 杀我遇见宗门人 他是你的门人 那此仇也有你一份 小被找死 当着前启道兄 还敢如此放肆 你可知前启道兄 乃是羽皇陛下 麾下的三十六军之手 我且问你 此人你可认识 秦宇 慧皇陛下 不会放过你的 幻言 他滥杀无辜 本就该斩 果然是你所为 那逆殃境中的宝物 为你师叔所得 想来也是确有其事了 说出他的藏身之处 我容你自尽 原来如此 终究还是为了夺宝 你们要找我兰风师叔 他就在此处 就是你等 为了逆殃境的宝物 再寻找老夫 装神弄鬼 拿下 去 团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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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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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我打 竟还敢如此凶啊 展面一个 先替羽皇陛下夺了万寿婆 秦下令人 再慢慢拷问迷神图卷的下落 嗯 8 6 2 我 炉 1 此人竟如此知强 小子 见识了先帝境界 才可悟出的空间之欲 你今日死得起锁了 先拿你记剑 先斩落这小的也是一样 重金仙 节制 我要让他跑了 想被找死 师叔 方才斗主惊心 几品远灵石就损耗不少 刚才遇清死那一击 便是直接阻挂巴克 只要下去 几品远灵石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的 看来若想再获得战果 需寻找机会 毕急毕杀 夏皇 拦住他们 就是你了 恐懒 主人 以神仙为影 你 猫 夏皇 先帝 先秦深的蓝风 轻雨去去小辈逃不掉的 哪里逃 阵山运雪 御环阵法 上当了 此人难道真有转移空间之能 御环阵法 前辈 多谢你利用轻雨先附助我脱身 还特意去寻回了思思 可韩叔他 韩叔之事因我而起 当由我去了解 害死韩叔的 是那一帮恶人 怎么能说因前辈而起 我发过誓 我会为韩叔讨回宫的 韩叔之仇自然当报 可这银贤心血 皆在羽皇之下 此时咱们还是因暂避风头为好 此星球就有传送法阵 你们还是快快离开吧 前辈 那你 莫要担忧 我定不会无畏冒险 只是 你们跟着我更加危险 你们走后 我也会隐藏身份 寻机传送离开 前辈 灵灵明白了 我真是万寿蒲啊 陛下 万寿蒲现世 想来迷神图卷 也在那蓝风手中 依属下着剑 应立刻封闭整个银贤星系 布下天罗帝王 chopsticks surprised 慢点 我还真着急 来 怎么回事 穿宋阵怎么关了 就是 什么情况 老子着急赶路呢 你们不要命了 这是羽皇陛下之令 去你的 少打羽皇陛下下火 我看 就是你们假攻济私 为难大家 大胆 让开 几位大人 小得恭候多时了 与皇陛下 押送到蓝火星交易的神器 随后就当 我等先来确认 传送阵 可以准备好了 支白先帝早即有令 法阵早已锁定了唯一目标 蓝火星 诸位大人离开后 周围一片星域的法阵 也还会继续封闭一段时间 直到蓝火星交易结束 才会重新恢复 诸位法阵 竟都被封闭了 此时要赶紧通知秦宇前辈 此时要赶紧通知秦宇前辈 莫要让他四处乱闯 反倒暴露了身份 伯奴 以你体质特殊 修我血魔道法 难免会有后患 每隔百日 必须要压制嗜血魔性 你万万记得 每到此时 务必来寻师尊 若是万一有所延误 就去寻找功法纯净之人 吸取其法力 以暂时压制 世尊 突然已经找到那至唇至尽之人 肯定能压制住魔性 此星球 隐藏了不少高手 难道是羽皇察觉落的踪迹 灵力 不好 有人要伤他 你所修功法纯净 是难得可抑制我嗜血魔性之人 今日要借你性命也有 你是何人 竟敢宫人如此行事 将死之人 何必问上太多 你 死死 不许带死旁人了 将你的法力 生命力 都奉献出来吗 何人胆敢多事 这件事 我管定了 秦剑辈 虽不过区区三级金贤 可修得竟也是罕见功法 即使正可秦下令 已备日后之事 什么人 他阻我魔族行事 我借的小赞 休得猖狂 不管你叫再多帮手来 也不过是送死 就凭你 得罪魔族 你想过后果吗 横行无忌 你想过后果吗 要我们都放生在这里 你 雕虫小技 火到四火 你 一定是 死吧 草菌人类不可有毒 破天晋绝 破天 多谢秦前辈 若不是前辈大救 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了 还有一位前辈呢 无需如此 我师叔向来喜欢毒来毒我 方才已经离开 你莫要介意 传颂阵关闭 直到蓝火星交易完成 神奇 灵姑娘 多谢你冒险报信 秦宇真的要告辞了 前辈 你 为了韩叔 有些事我必须去做 前辈要做什么 玲玲知道 前辈既有了决定 玲玲也不敢阻拦 何况此事 也是玲玲之愿 指望前辈千万小心 莫要太过涉险 前辈也不必担心于我 我想 去之前和韩叔去过的地方 再走走 我已将韩叔灵石注入其中 能够常伴你左右 想来也是他的愿望 珍重 韩叔 亲前辈 我也替你报仇 好 玲玲 来哪儿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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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出来 打雷 什么人 从小做 禾 这是什么 等会儿 赶紧与皇陛下之宝 抓住活可 定要查出幕后录石 哪里逃 请人自报 我们走 你干吗呢 靴子有些不适 我已整理好了 报 劫匪自报身死 未能请获 归队 出发 我已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两位起了 西双公子 按照您的吩咐 所需的极品园林式 小人已兑换好了 您可以清点一下 用劳了 赏你的 哪里哪里 要是工资还有需要 就尽管吩咐 你猜宇华和血魔帝 此次交易的是何报 能让仙魔界两大顶级势力所看中的 起码也是神奇 列兆摩帝老兄 逐走浅仓的高手不少 不过也正好乱中取势 等他们先动手 咱们再寻机出手夺宝 客官 慢用啊 小二 拿酒来 小二 拿酒来 我来啦 来啦 好 好 蓝火云楼封闭 无关人等 即刻离开 无关人等 中文字幕——YK 黄鹿 你 黄鹿 黄鹿 炎儿 你怎么来了 洛宇哥哥 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 这次 你可别头脑发热 姑娘 此处乃是是非之地 还是早些离去为妙 这姑娘 竟和丽儿有几番相向 动手 竟和丽儿 丽儿 快跑 奉羽皇陛下法旨 此时身处蓝火星者 无论何人均需验证身份 接受盘查 是白 血一冷 真以为羽皇与血天涯 就可只手遮天 为所欲为 不肯配合者 格杀勿论 几位乃是威震一方的人物 到此时还要藏头露尾 笔刀童子 你自觉还能瞒下去 剑阴破空 血魔地狱 黄两位至尊的交易 岂是你等肖小之徒胆敢觊觎 今日心怀叵测之难 一个都难逃脱 清血剑仙之白 羽皇麾下十八仙帝之手 白发血魔血一冷 仅次于血魔地的血魔魔道第二人 一个七级剑仙 一个七级魔地 你可别丢了性命哦 一哥 你没事吧 早听说你们玄黄双剑 能力是同身共死 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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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成全你们了 金玉 金玉住了 夫人你快走 我们一起走 走到哪里去 你快走 他们带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急 白衣 我这就送你去见你的一哥 是白 我与你不攻大天 成群 一哥等着我 我这就来了 活下去 成了 这剑心傀儡已经会受伤 若是我本体受了这一剑 怕是以命丧黄泉了 君洛宇 怎么 连你也想得罪血魔帝 旁边的小姑娘是你找的新欢 胡说 才不是那样 既然不是 那我杀了你 想必军兄也不会在意吧 去死 洛宇哥哥 凭你的修为 也想伤我 陈洛宇 我不与你动手 也莫要得寸进尺 我来就是为破坏那雪天涯的好事 你动不动手是你的事 血魔帝的狗狗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别忘记好歹 这话你留着和血魔帝去说 小心 你究竟是何人 竟能抵挡着我两次攻击 出手救人的人 先救你自己吧 哪里逃 熏洛宇 洛宇哥哥 你要小心 熏洛宇哥哥 熏洛宇 你的对手是我 让开 不识好歹 还以为我会像薛伊勒 一样手下如情吗 你拦不住我的 转空 你竟然有了神器转空 你是樱花姥姥什么人 你不用知道 正好 你不说到时候樱花姥姥也难怪罪于我 精血剑绝 血影乱 就算是神器 也要看所用者是谁 好 速度不错 但你逃不出我的手掌性了 哼 如果没有黑凝血 我现在已经没命了 哼 哼 自寻不可动 自寻不可动 九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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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能 换我这魔道士魂的秘法 哼 果然你们魔道 都只会使用同样的邪法 同样的邪法 你可见过国奴 可是一位阴险狠毒的红发少年吗 他无端害人性命 被我除去了 好大胆子 请是毕举你性命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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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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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无名哥哥 快来帮忙啊 颜儿 若是你都搞不定的事 你无名哥哥我 怕是也难有作为 你帮不帮我 不帮我的话 我就告诉姥姥 说你欺负我 你怎可如此亲口丝滑 无名哥哥你就帮帮我吧 你要不出手救人 洛宇哥哥就要没命了 你少来 我看得清楚 是那君洛宇挑衅在先 何况他有你的神器转空 就算此时也并非不能逃离战场 那薛衣冷和直白二人 背后还站着血魔帝和羽华 你让我出手 不是让我同时得罪两大势力吗 算了 不为难你 不过 另一个人倒是与万寿谱有莫大关系 要是洛宇环和绣摩帝那边的话 万寿谱 颜儿 你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啊 姥姥也只是曾经提起过 此人与万寿谱机缘不浅 就算我洛宇哥勉强能逃走 他可没这个本事 他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来无恙了 今日何故来此 凑巧路过 倒是两位仙魔妖妾响当当的人物 何必对他们如此不依不饶啊 陛下与血魔帝在拦火星交易 他们行事不轨 抑郁破坏 丝毫不将血魔帝和陛下放在眼里 自然要给他们个教训 他们已经得到教训了 得饶人畜且饶人 想来也无碍羽黄 血魔帝的威名 就全当卖我的面子 吴鸣兄 他们不是龙族之人 你又何必淌死浑水呢 莫要道什么龙族 难道我吴鸣今日保个人 还保不得了 吴鸣兄 并非我们要与你为敌 实在是职责在身 我们不可违背 老吴鸣 纵使你的出身为超级神兽五爪金龙 想凭三言两语 就让我能违背陛下法指 太过儿戏了吧 尚命难违 尬命难违 小心 是 坐下 小卑 老吴鸣 开 油 小卑 龙族大皇子 果然名目虚传 血一冷 无名凶实力之强 我二人自愧不如 更丧 鹿鱼哥哥 你没事吧 不打劲 怎么 让我去替你打声打死 事后连谢也不谢啊 无名哥哥那么厉害 哪里需要打声打死吗 无名大哥 多谢救命之恩 小事小事 这位是 在下 他叫秦宇 姑娘 你认识我 你最近可是大名鼎鼎呢 既然事情已了 你们哪儿也别走啊 刚才我正喝得尽兴 就被这小丫头打断了 现在 你们必须得陪我喝个痛快 你们也不认识无名大哥吧 他可是号称龙族双黄的龙族两大高手之一 好无名 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依你看 此人实力如何 陛下 此人功力 属下并不是很清楚 但他却能用身体硬扛住你的攻击 并在血衣冷手下活了下来 正是 纸白 你可记得前启传来的消息 用身体硬扛 陛下 你怀疑 蓝火星上的神秘人就是 我在四处搜捕于他 他倒主动入了蓝火星之局 好一个搅局者 那敖无名又为何参与进来 难道是龙族 他与这神秘人可熟识 敖无名只说是受人所托出面救人 想来应该与血衣冷一般 并不知此人与那逆阳镜的关系 即便如此 我们也要小心 莫要引起龙族的警觉 是 此人既已现身 正好顺藤摸瓜 查出母后主使之人 过农他当真已被人所杀 千真万确 吩咐下去 就是把这仙魔妖界翻个遍 你要把那个人找出来 我定要手刃此人 是 血衣冷 你可知风雨那边此后有何动作 女皇并未追究此事 也不曾派人寻找 龙族那边呢 他没去过 并未听闻 羽皇似乎想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 可能也是忌惮龙族 他不是这样的人 君洛宇的底细 你我皆知 另外那位蒙面神秘人 他的身上可有特殊之处 其人功力微末 但却能接连挡住枝白与我的攻击 似有神器护身 神器 此人身上定有秘密 风雨是要掩人耳目 让大家不要注意此人 那这次交易搞得尽人皆知 哼 自然是他的安排 起初我还怀疑 为何这次特意派出枝白 此前从未有过这般重视 这风雨竟敢拿我的事儿做诱饵 哼 那就不要怪我顺势而为 速速查明此人踪迹 此人以面具是人 想必定会改头换面 但极有可能 仍在敖无名君落宇身边 你们留心 是 来 来 痛快 痛快 万万没想到 秦宇老弟你才来仙魔妖解不久 就惹上了羽皇 怪不得之前都蒙面而行 还请无名兄不要怪罪 此举实属无奈 哪里的话 你自是信任我们 才已真面目是人 洛宇 早听说你乃是仙界百年一剑的天才先帝 不足千年便从天仙境界修炼到二级悬仙 今日一剑果然名不虚传 不足千年便修炼到二级悬仙 倒也惊人 但我若仙魔妖解不过数载 算起来修炼速度还是比他快上许多呀 无名大哥 你刚刚说此次是要前往引帝兴 引帝兴上有我一位好友 乃是走兽一族三十六天罡之一的蒙虎 他说得到了难得的美酒 请我前去供应 走兽一族 怎么了 我正在寻找一位结拜兄弟 乃是走兽一族出身 可否让我跟随无名兄一同见见的蒙虎 此事自然无妨 蒙虎这人很仗义的 到时我对他说他肯定帮忙 不过 无名大哥 若是有什么难处 你误会了 只是提到兄弟 我也有一事想问你 你可知道我哥哥无须地下落 熬无须 机缘未到啊 不知樱花姥姥到底是何用意 两位有所不知 这也是我龙族的一桩密室 我虽为龙族皇子 但却因为喜欢上了一只白狐 而不被我父亲认可 我遗弃之下与父皇闹番 就此处走龙族 而我的亲哥哥熬无须 出生时曾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红龙 在龙族中备受歧视 后来族中长辈 发现他的真身 乃超级变异神兽 血了 对其重视起来 可因之前的种种遭遇 在族中 他却只与我交好 再后来 因我离开龙族 他更是彻底 他就与父皇闹番 也就此消失了 此处是他亲手所致 如今数目犹在 可他却 这世间情感 总是诸多波折 我与心上人 也因身份差距过大 而被迫分离 不知何事得以相聚 吴明兄 你虽与龙族分割 却与相爱之人终成眷侣 卿玉兄 听你的口气 心中至少留有一份 重聚的希望 可我均落雨 心上人却早已陨落黄泉 他 其实就葬在银地心 来 你们三个 要搁到什么时候去啊 吴明大哥 你快去引地心了 不急不急 还没和二位兄弟喝尽兴呢 嫂子让我说的 好 即刻出发 快去快走 莫要动路 快点 快 快 行 行 行 走走走走 清云老弟 蒙洪这家伙 肯定又不知道 在哪儿喝醉了 稍等天课 我再找找他 好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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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兄弟 蒙洪是自己人 你两位兄弟的事 我已经告诉他了 要说最近两百年 飞升上来的元祖妖凶 还真有个超级神兽 是火精水源出身 很可能就是秦宇兄弟 你口中的那个侯妃 那蒙洪兄可知 他如今在何处 这火精水源 如今可是大元皇的宝贝疙瘩 自然是跟在大元皇陛下身边了 他安全便好 那不知飞秦一族那边 飞秦一族最近数十年 都没听说有什么特殊神兽飞升 飞秦一族的超级神兽极为稀少 就算上级神兽也不多见 如果那个黑羽是最近两百年飞升的神兽 我绝对会知道 但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 这两百年飞升上来的上级神兽 或者超级神兽中 有人与你口中所说的黑羽类似 或者 或者他隐瞒了自己的名字呢 不会的 这两百年就只有一个超级神兽出现 那就是鹏族的金翅大鹏鸟 宗俊 宗俊 小卫到底怎么了 既然如此 我先动身去大元皇处召侯废 秦一 少安勿躁 大元皇身份尊贵 行踪不定 依我看 还是让蒙虹先派人去联络大元皇 是啊 秦一兄弟 就放心交给我吧 那就有劳蒙虹兄了 有点 好 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终于突破了 地魂第二层 三魂九炼 星辰真火 蓝室天火 眼高 七级惊险 暗星辰在变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黑洞之计 还真是个无底洞 宇宙碎金流 寄进天火流 寄明流 如此恐怖的能量挥积影帝心 莫非影帝它要杜神节了 此变故并非是因老夫而起 江湖空间 上一次波及两三个星宇的宇宙能量流动是因为出现了离神殿 这次 经历那时更为恐怖 如此多能量 只要降下了 无论是谁 就是引帝也要化为灰烬 走 快看天上 走 快看天上 小友 我们等着你 你是什么人 他们又在对谁说话 操控整个宇宙的能量 这是何等的神动 难道是 神剑 只凭现在 黑洞前期的境界 已打五级惊心的势力 应该足以让我打开江澜界的第一层了吧 爱上滞下 明天上滞下 邀论 孟子 爾赶 李崎 李崎 负负他 滚了 不可大意 兰叔 小语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短短时间 境界可称神速 兰叔 您的教诲 秦宇从未忘记 自然不敢懈怠 此地 乃是当年侯废和黑羽的修炼之所 也是我的随身法宝 此处修炼十年 外界不过一年光景 希望你能在此倾家修炼 早日隔见丽儿 兰叔 丽儿他 语歌 丽儿 丽哥 你 你 你刻苦修行 我很开心 可 可也要小心 莫要伤了自己 我没事 你放心就是了 我会注意的 我的意思是 我还是会抓紧修炼 但不会受伤 反正 我很快就会去找你 嗯 你 这算是奖励吗 丽儿 你这就要走了吗 照顾好自己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外面走走 等会儿再来找你 你好好陪陪她吧 燕儿 你的心思 洛宇知道 只是 莫要跟来 洛宇哥哥 你去哪儿 是你杀了我徒儿郭奴 光天化日下 就敢强辱名女 当猪 好大的口气 今日 就让你这小子知道 什么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快 就算有神器战衣 也保护不了你 哼 就算有神器战衣 也保护不了你 火天剑爵 炸剑还是不能短剑陈手 你以为 友谊有神器吗 炸剑 故官 灵魂竟然还没被震碎 难道你的灵魂 已经达到了先帝境界 如此一来 倒是能多折磨你一些时间 炸剑 爷爷 你一定要救救秦前辈 那血衣是六级魔帝 秦前辈抵挡不住的 区区血衣 我不便出手 熬吾鸣鸣与君落语 就要到了 烧死了 什么人 血衣 是你 清语 你怎么样 并无大碍 血衣 竟敢来到此处 此处有何特别 此处 乃是阿娇的长眠之处 扫阿娇死后 对天发誓 我又杀了你 我要让血魔帝悔恨终生 你知道阿娇死之前说什么吗 他哭着求我放过你 给你留条身 血魔帝悔恨 蛤 血魔盗已经放过你一次 血魔盗已经放过你一次 这回 你自己来找死 血海无牙 任你手段再多 又岂是我的对手 干嘛 陆宇 你先挤着 我去和他斗一斗 你没死 竟然还有分身 小小金仙既有如此实力 今日就斩你分身 接动 就凭你 分身 一切不过是靠着剑仙傀儡罢了 再挣扎也是无用 陆宇 陆宇哥哥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只是恨自己实力太弱 刚才要不是秦宇及时分身保护住我 我已经 我已经 他这分身怕是被人送的 我 秦宇 我看你还不死 雪衣宇 你又下毒手 那又如何 一个凭借着 一个凭借着尸门宝物行走江湖的废物 就应该落到这般下注 我们 我们还没打完呢 你的灵魂刚刚已经消失了 活着就是活着 你眼睛不好使吗 小丫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小丫头 刚才是不是你说宝物再多修为不足也无用 那你来看看我的宝物 炎儿用的 是何种秘法 并非秘法 乃是神器 撞空 又来了一个靠尸门宝物的废物 是不是废物 只要动了手才知道 有本事别跑了 你有本事就抓住我呀 小丫头 不了了 可疗缘 小心 血液 你堂堂六星魔地 确行偷袭之事 阿无明 这里没有你的事 他们是我带来隐蔽星的 更是我的兄弟 那就来战死 我们不休 哼 难道我还怕你 好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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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击破 剑星傀儡的防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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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寻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名来的 刚刚他叫你父亲 雪天涯 你血摩帝的孩子是个女儿吧 什么时候有儿子了 任无名兄弟见笑了 雪衣是我亲子 至于那个女儿 却只是义女 好一个只是义女 你明知道阿娇与我有情 却还强逼她嫁给了这个混蛋 后来又因阿娇与我见面告别 你就纵容这混蛋杀害了阿娇 你 君洛宇 若不是阿娇临死前 求我不要杀你 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 我不配惜她 洛宇哥哥 你没事吧 君洛宇 劝你行事要有分寸 分寸 你要什么资格跟我讲分寸 你为了补偿自己造型 拥丢儿子的亏欠 却选择牺牲阿娇的感情 阿娇的幸福 甚至阿娇的生命 君洛宇 你简直找死 神器转空 害死阿娇姐姐 居然没有丝毫毁忍 你们魔道修士 是不是都没原性 想来 你就是那位 银花姥姥的孙女了 你姥姥没跟你说过 跟长辈说话 要有礼貌吗 你可冷血怪我 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 君洛宇 我是答应过阿娇不杀你 可你也莫要得寸进尺 再放你一次 但他 要跟我走 无名修 魔族之事 你龙族之人莫要插下 万不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雪天涯 这事和他们无关 我一人承担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你如何承担 暴风磨蟹 你 不可让他得手 没人能从我父亲的暴风磨蟹中 活着出来 阿娜 为师总算为你报仇雪恨 他们总是为你陪葬我 阿娜 雪天涯 你们魔族之人 好大的胆子 何人都管闲事 原来是影帝灵凶 大驾光临 亲前辈 多谢灵姑娘 多谢影帝前辈 嗯 天涯兄 既然你不会管教儿子 我就来替你好好管教 影帝前辈最关心的 就是身边亲人 当年为了给儿子儿媳报仇 他直接将蓝湾星域最大星球明灵星 轰出了碎片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摧毁一颗星球的势力 领兄且息怒 我实在不知道 这国奴所冒犯的 竟是你们孙女 此言差矣 莫非别人家的姑娘 就可任由你们魔道之人随意遭剑 不足小事 可须 与你 抄待 不知死我 薰衣 口出妄言 还不敢借向灵小姐道歉 热肉 强食 灵姑娘 老夫教子无方 我这个做父亲的 亲自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还望害寒 爷爷 到此为止吧 薰衔衙 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也就不要他性命 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否则 灵兄且说 第一个要求 魔族之人从今天起 不可进入蓝湾星域一步 可以 第二个要求 你儿子要受我一仗 好 灵兄 你刚才也说了 要饶我儿一命 我不会杀你 但是 我会让你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薰衣 方才一场 需要使用一体内一半能量压制 否则原因混乱竟然自爆 第三个要求很简单 给他道歉 薰衣 不可 你 清月 这次 是我不对 灵兄 可还满意 此事已了 记住今日的承诺 否则 休怪我翻脸 灵莹 恭送二维 他 便宜你 此番 多谢影帝前辈出手相助 清语小兄弟 也多谢你救了我孙女 你放心 在这影帝心上 绝无人可伤你 多谢影帝前辈 晚辈记住了 亲前辈 我要跟着爷爷去修炼了 若有事 随时给我传信 想不到 你竟和影帝的孙女有交情 这下子影帝心 什么麻烦都不会有咯 既是如此 我也能安心告辞了 这就要走 这次和血衣的战斗让我清醒了 若不加紧修炼 报仇将会遥遥无期 陆宇 下次见面也不知是什么时候 只是 我希望你没有达到足够的实力时 不要去找血衣报仇 放心 记忆想明白了 我定不会自导陷惊 陆宇哥哥 正好我要去青帝那里和姥姥会合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 哎呀 到哪里不是修炼嘛 我都陪着你跑了好几颗星球了 你陪我去找姥姥也是应该的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那我们心情告辞了 报仇 报仇 嗯 哎 我发现啊 你这人接触下来吧 还蛮有意思的呢 走不走 来了 隐帝心外 与黄河迅魔帝无事单单 对此 秦宇决定 闭关修炼 我体内黑洞的吸收速度 怎么比姥兰记这一个空间的吸收速度还要快 这是 宇宙空间的规则 难道就是玉吗 难怪之前玉青子那一剑不禁毫无还手之力 这玉 竟有如此之强的束缚力 如此凝聚的器械 施展与执法 威力最佳 第一是 万重执 第二是 千换执 第三是 十绝体 想不到黑洞正着旋转的时候 可以产生如此恐怖的力量 那么反过来旋转呢 第四是 破空直 既然是融合了流星泪创造的执法 就想这四是 为流星执法吧 实力 竟堪比九姬尽线了 想不到 流星泪还能隐藏我的灵魂之力 并同时感受天地万物 那我何不就此查探一番 开 果真有无名所言 各大巨头竟还在眼底行晚查探 不过 众目睽睽之下 就算羽黄雪天涯 也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想要顺利前往妖界的话 眼下倒正好是个机会 好一个轻语 竟敢如此挑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白何在 陛下 事情已经办妥 他逃不出阴险星系 嗯 切记 暂且留下信命 是 秦宇 你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 那位神秘的师叔 又到底来自河门河派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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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是 见真宝镜 看你可曾变化形容 哦 下长 请听我解释 嗯 嗯 羽黄陛下法旨 一切可疑之人皆先擒拿下来 哦 这 这 传颂阵皆被封锁 怕是即便在星空之中 也不容人离开银行星系 与皇好大的手臂 弘夜星 因有御剑宗门 所以它是这片星空的主星 不容人在此 果然在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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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天门户 这御剑宗竟有如此玄机 看来 御他们的宗文密法才可出入 不过是令尔等去取件东西 竟办得如此磨磨蹭蹭 范兰师叔 那宗门是此物为传承信物 宁死不肯交出 且在那黄炉行还破得人心 我们最后杀绝了那一行之人 才得了此物 真真未曾懈怠啊 师叔 此物乃是师尊志在必得之物 谁管你如何得到 我且警告你 一会儿见了师尊 莫要说这些废话 快走吧 师尊还等着呢 师尊 师尊 胆敢闯入我御剑宗门 御剑宗 很强吗 我告诉你啊 我御剑宗门并非你的小宗门可比 宗主乃是羽皇麾下三十六军之一的御清子 你 你 你好好放我出去 然后赴金请罪 留下随身法宝 献上陪礼若干 我再代为求情 说不定还能保住性命 不然 不然 果然七一旁人七一旁人七一惯了 七一旁人七一惯了 你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不要看你实力不低 可也难提我家宗主 他老人家乃是一位剑仙先帝 实力甚不可测 回家上游四大剑仙弟子 各个实力接近先帝境界 他就在山顶大殿之中离此不远 好 不 很 哼 是樊澜吗 为师在秋风亭 正是 师尊那神器已到手了 拿来我看 何人在那儿 给我空击 你是那个秦宇 玉卿子贤弟 发生了何事 秦宇 赶来御剑宗行凶 玉凡道兄 天行您恰好在此做客 快助我何力擒下此人 还想逃 秦宇 天涯海角 你难逃公道 首山大阵 暂时 杀 大阵 起碗 大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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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云 伤我法身 今日 定要许你性命 我的性命若被你取去 与皇所谋又当努力 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 与皇布下天罗帝王捉拿于我 并非为报仇 是你当年男人吧 莫要与他废话 他逃不脱你的法阵 修后下去 由尽灯窟之际 必将束手就擒 到时 只需将他交由与皇陛下定格 老兄说的是 原来所谓的玉剑宗宗主 也不过如此 由此深仇大恨 却不能亲自来帮你 一派宗主做到如此窝囊 不如不要做了 天翻阴诀 破空体 不可能 不可能 安叔 韦师实力不足 今日 只能先惩治这玉剑宗主 但韦师不会放弃 日后 定会彻底为你复仇 御青子 祛轿 二十一 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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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 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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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也定逃不出我的掌心 这一场的张力竟然如此深厚 要是没有生命原力 此刻我已动弹不得 只能认其宰割了 秦瑜小辈 快快束手就擒 此地遍不密令 你慢慢找吧 声东击西 金蝉脱鞘 可惜骗不了我 为何他总能查知我在何处 秦瑜 你逃不掉的 秦瑜传直 我已经将联弓气息 点入流星泪之中 就算是羽黄青枝 也难以察觉我的动向 此人究竟是如何找到我的 这样下去 根本无法摆脱他的追踪啊 好 难道是刚刚那一张 天外面解 原来是那一张所致 秦瑜 这是什么法术 刚刚明明一点能量都感受不到 想吸取它 竟然能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力量 就连我的黑洞之力都无法消除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 我羽范的天范印诀 如果能被你一个小辈化解 我又有何颜面 卫裂羽黄麾下十八先帝 既然如此 我跟你拼了 万重局 这次 你哪里都去不了 你只会被困在我的狱里 你们能够射? 你就会被困在我身上的心 tree 不能够射到我身上的地 你也不想到我身上 需要我当时度射到我身上的面部 你再不敢当地 你也不敢说我 是火断 你也不敢说我 甚至有你 你不敢说我 那你不敢说我 可就取你性命 且随我去见羽皇吧 当真是无处可去了吗 你竟然也掌握羽 好本事 羽青子死得不冤 你要到哪里去 还想逃 羹羽 莫要再挣扎 你逃不掉的 羽帆 你怎可在我的星域随意抓人 前辈 晚辈无意逃扰 只是此人杀了羽皇麾下 三十六军中的羽青子 晚辈空手回去 实在不好向羽皇陛下交差 那羽青子我也知道 平日里横行无际 如今被人找上门来 也是咎由自取 你且回去告诉封渝 在我的地盘 就不要动这个人 至于出了我的地盘 要怎么样我都不会管 清帝前辈 晚辈不敢代替羽皇陛下 答应您的要求 但前辈的话 晚辈一定带到 至于羽皇陛下会如何做 晚辈 不敢保证 你只需传话便好 去吧 小兄弟 来者是客 且来月牙湾一见 多谢前辈 远自这星空之外 仅凭气势 就能震慑禁不住 实力强大的羽范先帝 能有此等实力者 唯有 可是秦语道友 倒有 倒有是 是 在下松石 乃是师尊 坐下第四弟子 师尊命我 在此迎接道友 请随我来 敢问松石道友师尊 尊姓大名 弟子不敢直言师尊名讳 请与道友去了便知 此人竟是七级先帝 实力堪逼直白 之後 允え 万辈寻义 多谢亲弟前辈 出手相助 你既知是我 怎料定我会出手相助 舊文前辈 乃是仙界至尊之一 万辈好友江炎的老王 又在您这里做客 向来 此处定然 比羽皇所在的 势力范围更为安全 没想到亲弟前辈 竟会亲自出手相助 晚辈实在感激不激 你倒是聪慧过人 不过此事无需谢我 你是姥姥看重之人 是她托我出手 到时谢她便是 敢问亲弟前辈 那位姥姥是否还在此处 秦宇也好当面道谢 不急不急 你且坐下喝杯清茶 稍作歇歇 道友 请 世尊 请用茶 此茶竟能安神补济 晚辈多谢亲弟前辈 你自查 那风雨与雪天涯两人皆是自视甚高 一个自年轻时就一路披荆斩棘逆流而上 凭借实力成为仙界巨头 管辖的区域几乎占据了整个仙界的半壁江山 我一下更有十八仙帝和三十六军为找拿 另一个统领血魔道 在这仙魔妖界也是出了名的难忍 你被他们缠上竟还能无损无伤地逃到这里 了不起啊 云南与范先帝一番对敌 在亲眼见了前辈出手 才知晚辈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当日能逃得性命 实属运气 运气 不说这些了 今日我有一些老友在此处聚会 小友可有兴趣随我一同前往啊 choose 找起来 找起来 不 成功 nickel 找起来 restaurants 你 你 这是何等高手施展出来的运 仅能让我全无还手之力 现在想想 那与黄雨雪天涯 身为八级先帝魔帝 即便不如眼前二人 想来也相差不远 我竟曾和他们证明为敌 让二位久候了 知青再次赔罪 老朋友 我们都好说 你若再不来 等姥姥先到了 可失礼不小 看你如何交代 你来得正好 给我做个见证 看看是不是老龙输了 侯兄 此乃死期 无解 你们无解 不代表我无解 此局尚未下完 咱们下次继续 你 知青 这位是 我给诸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姥姥曾特意提及的 那位秦宇小兄弟 秦宇 这位是非秦一族的超级高手 霓皇前辈 见过霓皇前辈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 这位是龙族族长敖方敖前辈 晚辈 见过敖前辈 实不相瞒 吴明兄曾和我提起过你 你认识吴明那个不孝子 什么不孝子 我看是老龙你太过霸道 不就是人家找了个白胡做夫人吗 你就不依不饶 分明是你管得太宽 你懂什么 我那儿子乃是五爪金龙 血脉高贵 肩负我龙族传承 哎呀 又来了又来了 傲前辈 吴明大哥和连主嫂子 还是很恩爱的 您就莫要太强逼他了吧 哼 我若真逼他 他此时还能在外逍遥 你是我儿子的兄弟 不要叫我前辈了 以后叫我伯父 还有啊 日后你见到了 我那大儿子无虚实 也可唤他一声大哥 教肖啊 非常教肖 是 秦宇见过伯父 好 好 今日得见贤侄是喜事 要好好喝一顿 嗯 贤侄 今日咱们痛饮一场 嗨 嗯 吴明大哥就是海量 想必伯父更是酒中好姐 今日得伯父垂青 愿陪伯父一醉方休 好 好 自打金行军飞升 多少年都没人陪我喝个痛快了 金行军 是暗星界三大主军之首 邪魔妖界 有一处特殊的所在 名叫暗星界 其中以三大主军为首 分别是金行军 黑雁军 白玄军 黑雁军 白玄军 这三大主军 分别代表暗星界三支传承 代代不绝 其中又以金行军的金行宗 实力最强 势力最大 所以为三大主军之首 而上一代的金行军 他早已飞升神界了 看来老婆子我来迟了 姥姥说哪里话来 只说今日相聚 又没定下具体的时辰 何况我们这些人哪 也该提前恭候 今天没有下棋啊 你又耍赖了吧 看 姥姥都知道你灌肠输不起 也并非是完全耍赖 那盘棋也确实没有下完嘛 秦宇 还不快拜谢银花姥姥 秦宇 多谢银花姥姥 果然是了不得的天才呀 我老听人夸赞你 今日一见 还算不错 秦宇 你只需称呼我姥姥即可 是 姥姥 年轻人 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 依你现在的实力 在邪魔妖界还是小心为好 不要以为有件神器战衣 就死不了 我想告诉你 一定要认真修炼 不管在什么地方 有实力才有权力 你以后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多谢姥姥指点 晚辈警记 池青兄 风雨前来拜访 还请现身一见 不知此来找我何事啊 知青兄 之前我那属下雨犯多有冒犯 还望海寒 为表诚意 风雨亲自登门道歉 风雨贤弟严重了 区区小事 何须贤弟亲自来一趟 实不相瞒 风雨此来还有一事 就是那秦宇 他先是破坏了我蓝火楼的交易 后又杀了我的门人 实在可恶 还望池青兄 莫要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 何等人物才能骗得过你我 池青兄 向来只是潜心修炼 今日竟为这秦宇如此费心 看来这小辈果然不简单啊 风雨贤弟为了他 万里迢迢来到我碧波星 却还说我对其关心 说开了吧 这秦宇如今是我的客人 风雨贤弟莫要如此咄咄逼人 池青兄 若我今日非要见见这秦宇呢 那就一礼登门 你与他都是我的客人 池青兄 真要为这么一个小辈 赏了你我的和气吗 池青 且答应他的要求 在我的心域 你不可对他动手 不过 秦宇小兄弟 我知你心中有事 就不强留你了 这便送你离开 清弟前辈既已有了决定 晚辈遵从便是 只希望烦请清弟前辈 能尽量将晚辈传送得远一些 方雨老弟 人已送走 你可否要留下喝杯茶 不必了 不必了 告辞 沐延 各处都准备好了吗 陛下 与碧波星传送阵相连的 外星系的传送阵 共有三处 其中两处 早有十六位先帝集结 而概率最大的那处 集结的先帝更是超过了二十名 很好 传令下去 让他们展开先时 仔细搜索 发掘其余踪迹 即刻通知我 是 银花大姐 为何忽然给我传音 将秦宇送走 那秦宇还尚需磨练 希望她经过此番历练 能早日达成目标 想来姥姥也只是想历练那秦宇 只是如此将她推给羽皇 一旁上有血魔帝暗中窥伺 终究太过艰险 这个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她有法保护身 凭捐那几间宝物 难道还破不了羽皇的小小陷阱 阿芳 你无需担心 若我所料不错 秦宇不经此一解 你与你那儿子嗷无虚 也难以重聚啊 二十二个先帝 哼 不爱重聚 这次布下天罗帝王 你还能跳到哪里去 谁 是 秦宇小辈 既有胆挑战我 就应之有今日之节 你逃不掉我 若能将万兽谱和弥神图卷交出来 我或可饶你一命 明明知给你生路 却不知珍惜 看来你是一心求死了 哈 你还No :「清儿子跃壁 就不在乡 陛下是收斂气息的秘书 妖虫小技 还在那儿 追 上杠了 真是难缠 秦宇 今日我看还有谁能护你招权 雪天涯 你如此身份进行偷袭之事 我魔族之事何人胆敢智慧 向活命告诉我 那风雨找你何事 我与秦宇之间有些仇怨 还望天涯兄莫要插手 风雨 你也与她有仇怨 不如让我一并解决 不好 那是什么 快跑啊 大家快跑 快跑啊 什么有個仇人 什么就是啊 什么早一点 大姑姑 大姑姑 的确落在这一带 只是此处生灵太多 他又收敛了气息 风雨 若不是你插手 何来如此麻烦 插手者是你 为这小子 你用你我的交易做局 我插手难道不应该吗 再说 此人就是那身怀逆阳境 逆你之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看来还是瞒不过你 既然如此 你我先联手抓住此人 岂予事后再说如何 直白目言 而等素带人 便搜着焦黄星 务必查出那秦宇的下落 且慢 何须如此大费周章 魔道 血诺 血诺 这些话 在这颗星球上 只有三大城池有仙家修士 可三城皆距此处足有十亿离远 因此附近的村庄无人有缘 得传修炼之法 看我欲见卑天 看我欲见卑天 哈 小孩子胡说八道的 我们怎敢打扰仙人 没事 不好 好 娘 四季村民不过凡人 你们为何要滥杀无辜 只怪他们运气不好 连灵魂之力都消失了 一定是苍身先学动辅 青玉仙府 难道逆阳宝藏都在此人身上 这青玉仙府千变万化 恐怕 风雨 那逆阳宝藏 你我皆志在必得 何况与此人已结下生死深仇 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行星作态 他身上可是有迷神图卷呢 众先帝听令 不所缘炼火阵 陛下不可 此处有上百万凡人 过亿众生 恐怕 动手 以蓝石天火为银 结阵 我竟能将天火炽热传入仙府 将南京 将南京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尤其 尤其是要熔炼整颗星球 为何 尤其是要熔炼 为何 靠炼 尤其是要熔炼 为何 等会了,寂静天火! 风雨,雪天涯,如今我无力阻止你们,但终究要为此处无数生灵,讨回公道。 主人,有何吩咐? 我已将青玉仙府,移至江澜界中。 往后一段时日,你就带她在仙府中生活。 你且照看好她,传授她一些修针基础功法。 是,主人。 不过主人,您…… 我要闭关。 这仙府的防御法阵,当真是逆央所作。 宁皇剑。 几云黄剑 几人无法刺客 几人无法刺客 经过两百年的蜕变 终于到大黑洞后期了 身体也是愈发的强悍 我感觉到可以打开万寿堡第三层了 开 两位七级妖帝 一位八级妖帝 好久不见 乌兰先生 没想到啊 当初带着燕玄之界功力才大成七的小子 竟然达到地级境界了 你是 你央进青云路的那个守观者 介绍一下 这位是野渠 来自异界的妖兽 什么妖兽 是神兽 超级神兽 霸王龙 秦宇 这位就是敖无虚 本体可是龙族前所未有的变异 超级神兽 血龙 八级妖帝的超级神兽 实力绝对要超过羽皇 等等 你就是敖无虚 无虚大哥 自异神殿一别 千百年未曾见面 如今有难 倒是想起我来了 风雨 你当我是什么人 汐儿 风雨自知有错在心 曾立誓 定要替你拿到的弥神图卷 故此苦苦勋了千年 终于找到其下落 可却因法力不足无法拿到 这才来求你出手相助 你心里只有那弥神图卷 可还曾记得当年 你我之情 风雨 惭愧 当年你我定情之助 一直伴我身边 这些年轻塑之情 尽在此物之中 吴明 他还好吧 放心 吴明大哥很好 和莲珠嫂子 在谢母妖妾各处游山玩水 那便好 乌兰先生 我很奇怪 当初的溺秧由你们保护 为什么会被羽皇玄帝 逼到那个地步 甚至于 还落得深死 秦宇小子 我这个人不喜欢受人要挟 我欠人一个人情 才会帮他做一件事情 否则 即使杀了我 我也不会帮你 秦宇 敖吴虚个性很倔强 当初和尼央先帝立下了誓约 除非在生死关头 吴虚可以出来保护 尼央先帝的心理 平时 尼央只有一次命令吴虚的机会 作为交换 再到神界的时候 尼央必须解除 吴虚的灵魂束缚 还吴虚自由 乌兰大哥 你别说吴虚了 吴虚至少还答应 听你一样的一次命令 你呢 秦宇 虽然你成了万寿谱的主人 可是你的实力 远远比我硕 不过给乌兰大哥面子 我会在生死关头去保护你 平常时候 你只有一次命令我的机会 但等你非生神界之前 必须还我自由 这是自然 来 叶渠 你的恐龙真身威力极大 这样 你和吴虚一样 保护秦宇 是 大哥 不过我记得 当初你对逆秧 可不是这个样子 如今你对待秦宇 也太好了吧 你 因为我对秦宇有信心 准确来说 是对那个兰叔有信心 乌兰先生 你也见过兰叔 没见过 但当初在逆阳境的时候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傀儡 你告诉我 是兰叔炼制的 正是 这江兰界 也是兰叔炼制的一件神器 这里十年 外面才一年 这里十年 外面才一年 也太神奇了吧 秦宇 我愿意 以一次你命令我的机会 换取我在江兰界中的修炼 至于到了神界 你是否还我自由 我不在乎 秦宇啊 如果真如此 在此处修炼 那可不得了啊 你不是说 外面有人追杀你吗 不如这样 我替你干掉他们 你让我在此修炼可好啊 也许 你实力不足 感知不清 这外面是一位八级魔帝 两位八级先帝 尤其那两位先帝 还持有一对神器 威力巨大 你未必是对手 金黄剑 刘锦剑 呃 那个 你乌兰实力强大 要不你去 这仙魔幽界的战斗 我不感兴趣 秦宇 我也希望你能让我在江兰界中修炼 作为报答 此次我亦可帮你出战 求之不得 只是吴须大哥会不会过于冒险 若是吴须 你倒不必担心 陛下竟动用了双剑合璧的秘法 此神剑 已可成上品神器 无双品剑 吞噬 吞噬 死 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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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血无熬无虚 连你也插手此事 汐儿 我们走 还想逃 啊 你的盟友丢下你跑了 我血天涯 向来不需要盟友 我无需 我休魔一道 与你龙族向来互不相反 那从现在开始 我只在一旁观战 只要你不逃走 秦宇这小子不受伤 我绝不出手 他受创不清 此时应不是你的对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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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天涯 你可曾想过会有今日 谁绝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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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杀害的人的痛苦 神血盾 如此逃盾 肯定元气大伤 此人虽深阵魔界 却也是如此贪生怕死之辈 你 想不到 小心 不但没能拿回迷神图卷 还差点害你丢了性命 汐儿 我对不住你 鱼哥 你可知今日虽败 却是我多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今日我终于确定 如今的你还像当初一般 无论灭的什么 都会对我不离不弃 汐儿 还记得当初你我虽实力低位 可却能做到心无旁骛 后来你我实力越来越强 地位越来越高 可千万却也多了起来 反倒失去了当年的那般自由洒脱 彼时所有便是今日所缺 汐儿 我心念有感 要闭关了 请就让你分析 我便去了 我心想要是必须 这就想要是必须 都会去 并没什么 他就没有了 我心想要是必须 他便宜他 也不可能 然后他便宜他 来 兄弟 听说你们仙界出现个特别厉害的高手 叫什么秦宇的 竟然一口气连杀那么多仙帝 连羽慌都得狼狈逃窜 哪是我们仙界的 听说 他是你们妖界的神秘前辈 一出手就把血魔帝给干掉了 这两天 那位秦宇高人的世界都传遍仙魔妖界了 无人不知 小的倒是听来往客官说 那秦宇确实是八级妖帝 本体乃天地所剩的超级神兽火麒麟 是吧 火 火麒麟 慢用啊 啊 啊 距离蒙红太远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联系到他 客官 这是打算联系何人 距离如此之远 一位朋友 客官如果着急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移用 客官如此豪爽 小人一定知无不言呢 其实啊 皇室欣赏有一处传煜密阵 借助传煜密阵 客官自可以联系到任何人 那密阵何在 此地向东三百里 有座高山 此地向东三百里 这一阵耗费了多少奇珍 便只是使用一次也要消耗大量的灵气 你空口上门就要求界 太轻巧了吧 上门便是客 不得无离 速速退下 是公主 流星前辈 在下黄石宫公主石丰 石公主不必多礼 在下确有要事 需借助贵派的法阵一用 石丰公主 有劳了 前辈这是客气了 都是修行同道 期许小事 岂敢收您的酬劳 石公主不必客气 那石丰多谢了 我这就解开传讯秘证的禁止 前辈 通道已经开启 你只需要穿过瀑布后面的通道 进入山府密室内即可 有劳石丰公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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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我已知他的下落 那快请告诉我 他在哪里 告诉你也无用 这个地方你去不了 为何 兄弟你莫急 先来翠云星 我来想办法助你 好 那我即刻出发 此事若有转机 我再联系你 如果能有这个秘阵 日后必然方便不少 刘兄前辈 你已经使用完了 此番多谢时封公主了 但我尚有一事相求 前辈请说 我想用一剑仙器 与你交换传讯秘阵 可好 刘兄前辈 这传讯秘阵 是我和宫内好几个属下 花费了一年时间才建成的 其中更是花费了 不少珍贵的材料 时封公主 看你魁梧有力 这一柄极品仙器战斧 配你最合适不过吗 你且收下 全当一份信 好 极品仙器 这比此阵贵重太多 前辈太客气了 如此 这传讯秘阵 我就取走了 师封公主 告辞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呀 可秦玉兄弟 你可算来了 让我一番好等啊 快随我来 有位故人 已经等候多时了 故人 来了 蛮贤大哥 秦玉兄弟 多年不见 试试你的手段 火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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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前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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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玉兄弟 听闻你斩先帝 斩血魔 还逼退了巨头风雨 我还难以相信 没想到 现如今已经有了如此实力 已经将我源源甩在身后了 主人 清玉大人 你们三人 怎么也在翠云星上 起初 石炳和石湛飞到了我们走兽一族区域 他们一开始是跟着侯妃的 后来奉侯妃之命前来投奔我 我自然要照顾 等到石杏飞升妖界的时候 自然也就来此相聚了 多谢蛮情兄的照顾 石湛 石炳 你们是飞飞和小黑的神兽 可能感应到主人的位置 大人 侯妃大人曾经带着我去寻找过主人 当时我发现主人就在飞秦一族的地盘 至于在哪里不太确定 而且主人的位置在大氛围地移动着 那后来呢 当时主人要去飞秦一族进行寻找 只是我们还在途中就被大元皇陛下给劫住了 侯妃大人也被大元皇陛下给强行带走了 大元皇 秦宇兄弟 莫要着急 此事我方才已问过牛魔皇陛下 陛下要当面与你分说 至于黑羽 你可以等到和侯妃会合之后 再一同前去寻找 陛下要见我 这些日子 你的大明开始传遍整个仙魔妖界了 你也不必多想 陛下掌管走兽一族 虽地位尊崇 但为人豪爽 到时候 有什么事你尽管当面开口便可 也是瞒前亲自请求 陛下才答应见你 朕要多谢瞒前兄了 自家兄弟 谢什么谢 快随我来 痛快喝一场 好 你们先进清雨仙父等我 是 是 自打无须现身的消息传来 你就天天这般魂不守舍 就算血了 只是不知 吴须现在到底如何啦 吴须此前一战 打败羽皇玄帝 你又有何放心不下的 我自然知道是无人伤得了她的 但她始终是孤身一人在外 既然吴须是跟着晴雨的 你若放心不下 我们前去寻他一番 见上一见 又有何不可 只是不知道吴须他是否愿意 再见我龙族之人 其他人不肯见 难道连你这亲弟弟都不肯吗 吴须性格桀骜 又与龙族积怨颇深 难说 也不知道父皇 他知不知道吴须的事了 要不我们去找爹地说一下 可你 吴须过于为我担忧 你们父子兄弟之间的事 毕竟总要解决 只怕就算父皇知道消息后 有心去见吴须 他也会被吴须拒绝 吴明 父皇 爹爹 这是百灵散 于功法颇有静意之效 是之前为您特意准备的 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这是莲珠云游仙摩妖界 特意采集到的百肿稀有难寻的灵药 方才熬制成功的 来 父皇 此番特意寻来 可是为了吴须的事 吴须此次现身 听闻曾与那位秦宇联手 你与秦宇颇为交好 你是否已经见过吴须了 上次一别 我也未曾见过秦宇 只是听说他为了寻找吉义兄弟 要去走兽一族之初 既知他的去向 咱们何不马上 爹爹莫及 吴明与我本就打算出发去寻吴须 不如我们一同前去 不知道父皇意下如何 只怕吴须他不一定想见我 吴明 你二人一向兄弟情深 你只须替我看一眼便可 爹爹莫要如此说 吴明吴须 都是龙族子弟 是您的亲生儿子 就算有何误会 也总要解开 再说 倘若您人都未现身 吴须又岂能知道您的关心 你 吴明连主 我与你们同去 是 父皇 无虚 不愿意 来 陛下 这位就是情语 情语见过牛魔皇陛下 不必多礼 想当初瞒前去凡人界的时候 听说你还在大成起 如今却已经是地级高寿 果然天才出众啊 瞒谦 你也要抓紧修炼 站着干嘛 都坐下吃吧 请 请 陛下 我这次来到翠银星的目的 想必瞒谦大哥已经告诉过您了 我拿二弟侯妃的消息您可知道 他现在在元侯一族的传承禁地 传承禁地 传说中 元侯一族已战悟道的修炼之地 大元皇竟然如此器重侯妃 在那里修炼 可以让战斗能力飞速提升 龙皇与彭魔皇之所以厉害 就是他们都有本族的传承宝物 比如龙皇与大元皇同是八级妖帝 龙皇因为拥有传承宝物 可以让实力提高十倍 而大元皇却仅靠对战斗的领悟 就能让攻击力提高个八九倍 所以说 大元皇比龙皇还是差了一线 绝非如此 大元皇手中的传承禁地 比龙皇他们的传承宝物要珍贵许多 秦宇 你可理解其中差别 传承宝物 不可能永远携带在身上 而所无之道 却融入灵魂深处 会让人永远受益 是啊 尤其是我们这些 有望飞升神界之人 飞升前 总要将传承宝物留下 这样一来 除了历任大元皇 其他人飞升之后 都可以说是实力大损 如此说来 费费能去传承禁地修炼 真要多谢大元皇垂青 那陛下 您能带我去传承禁地吗 尚在凡间之时 你就帮助过蛮前 我子同牛魔王一族 自会助你 我已联系过大元皇孙元了 那孙元也知你是侯吠的大哥 故此他答应了 让你入传承禁地去寻找侯吠 只是又说 传承禁地危机重重 要你自担风险 这个自然 牛魔王陛下您 以为我做得够多了 不敢再有所求 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出发 还是个急性子 我既然答应了你 当然听你的 你想何时便何时 那明日一早可好 好 明日出发 劳烦陛下吧 嗯 恭喜这女兄弟得偿所愿 也要多谢两位的帮助 蒙鸿兄 早听说你交友广阔 实不相瞒 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你的心思我岂不知 我早已委托非秦一族的好友 去打探你兄弟的下落 只是 近来传闻非秦一族 泼不太平 所以消息尚未传回 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 我立刻向你通缉 多谢毛鸿兄 瞒前兄 与你 我也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儿 你尽管说 我 主人 郑忠拜见秦羽大人 瞒前大哥 郑忠在秦羽仙府中长大 我也不想让他一辈子在那儿与世隔绝 可我自己就居无定所 他跟着我也不安全 所以我想拜托你照顾他 当然 我会让孔兰他们四个人跟着 你大可放心 将他交给我 定不会让你失望 秦羽大人 郑忠 你的灭门之仇 我从未忘记 你 不要在身陷其中了 去过一份安慰的日子吧 多谢秦羽大人 秦羽小友 此去园族禁地距离遥远 我将护你前往 不得陛下引路 此乃万幸 那就劳烦陛下吧 小事小事 既如此 小友跟紧我便是 得叫做 小事小事 叫做王子